大家好,上期视频聊聊唐太宗李世民的昭灵 这期视频聊一下他的儿子唐朝第三位皇帝 唐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 武则天的合葬墓,前脸的风水 关于前脸的风水,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 说唐高宗李治登基后不久 由他的舅舅长孙吴继和壮管天文历法的李传锋 为他选择领旨 有一天,二人寻找到梁山 见此山三峰高耸 东阁乌水与九宗山相望 西游七水与楼镜山齐山相连 乌七二水形成水源 围入地中容器 为世间少有的愉快,流迈圣地 选好领旨,长孙吴继和李传锋 就回京禀报唐高宗李治 在古代帝王陵墓的玄旨 为国家大使 他关乎整个国家的命运 决定整个王朝的兴衰与否 于是高宗召集大臣们进行庭议 在庭议的过程中 有一个人极力的反对 选梁山为灵旨 他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一相式的唐朝旗人 袁天刚 袁天刚说他曾为高祖选灵旨时到过梁山 梁山风水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 梁山初看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 再看的话会发现它的许多富足之处 一是梁山虽然东西两面环水 围着龙气 但与太宗龙脉隔断 假如百姓选紫盈于此 可以兴亡三代 但是帝王选灵旨于此的话 恐三代或江山有威 因为大唐龙脉是从昆仑山分出一支 过黄河 入关中后以祁山为首 向东过楼敬山 梁山 蔓延至九宗山 丑鹅山 金宿山 瑶山 今太宗以藏于九宗山 以为龙首 陛下不可 以后居前 况梁山又非龙首 还是周代龙脉之尾 尾气必衰 陛下 治国无力 按时梁山北风居高 前面梁风 似女汝算 整个山形远观 似于女性平躺一般 若选灵于此 恐以后为女人所控 三是梁山主风直秀 属木格 南尔风严厉 属金格 三座山风 虽挺拔 但远看方平 为土象 金能刻木 土能生金 整座山形 龙气筑金 地宫营造于主风之下 陛下 必为金格之人所控 陈于剑 若地灵悬置于此山 日后 必为女人所伤 听了袁天康的一番论述 唐高宗李治 犹豫了 所以退朝 可是庭义的结果 早已经有武则天的亲信 传给了武则天 武则天听后非常高兴 因为他小时候听父亲说 袁天康重说自己将来能做女皇帝 看来马上要应验了 晚上武则天就以高宗 吹枕边风 包养长孙无忌 贬低袁天康 第二天 陶高宗李治就传旨 定梁山为零旨 袁天康一听 仰天叹忧 代堂者 必无招仪 不怕因为反对 自己将来受到牵连 于是他就辞官不作 出外约游去了 灵旨选定后 要为选好的灵旨 定名 于是群臣又开始争论 由大山建议 太宗山陵名叫昭陵 由昭氏帝王旗之意 高宗山陵就定名为成陵 以承接太宗恩泽 但长孙无忌约 梁山为长安西北 在八卦中 出前卫 前为阳 为天为帝 寒安是陛下 金是帝都 梁山自然为陛下 万年受益的天堂帝都 人间天堂 天地合一 乾坤相合 注定陛下 勇士为帝王 以臣于见 就定名为乾陵 高宗听后 十分高兴 崔帝名为乾陵 可他那曾想到 定名为乾陵 注定由女人为帝 后来的一切发展 都应了 袁天鹅的预言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期待点赞收藏 并转发 下期视频再会